这个世界有一种自然法则,那就是各其所需,性爱明明是双向交流,可是往往总有一方得不再满足,于是很多人会尝试另外一种方式寻找怪感。 有的会出轨,有的会揶屁,还有的会看A片,情圣九色夫,数2016约色夫高峰,来为策字编辑打字眼的处女作,非常具有现实意义。 同时,这也是七哥解说生涯的成名作,当时仅仅一天时间,全网的播放量达到了一千多万,在此之前,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部电影,即使有也没有引起关注的兴趣。 但是自从七哥解说后,很多解说,又开始相继推出了自己的眼情。 男人与生俱来的偏信,就是不断地追求新的女人来满足原始欲望,这是自然法则的一种。 至今为止,所有哪位男人能够否则,自己对于成人电影都有沉迷的时候,男主堂约瑟夫高峰,来为特事,是各酒吧的酒保,身材完美,长相帅气。 对于我们来说,她的人生简直是一直梦寐以求的巅峰,只要她有需要,身边总是不缺少各种性感火烂的妹子。 不过她有一个原则,那就是和任何女人都走圣不走心。 即使这样的男人,依旧有很多女人排队想要和她分身关系,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。 原因很简单,长得帅,长得帅,长得帅,拥有这样开挂的人生。 对于唐来说依旧不满足,为什么呢? 也许很多女人不明白,争相时代固然爽,但是小变人更上一层楼了。 唐每次和新的女人发生关系后,都会偷偷地在客厅来一发。 不过在一天晚上,唐在酒吧,遇到了性感人物巴巴拉,斯娇丽约翰逊世,斯白貌美,行窟后窍,热情跟荡。 这样的女人对于秦盛唐来说怎么能换过。 于是她对巴巴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,想要进一步交流。 结果哪里知道? 巴巴拉聊完就跑,完全不给唐任何机会。 后面经过了解得知,原来巴巴拉是个身受好莱姨浪漫电影《薰淘》, 大饭小的女孩。 于是为了泡到女神,唐相近了千三百句。 依反常态地和巴巴拉约会合看电影。 一般这种方式追女孩子,基本上都能成功。 终于在一天晚上,唐成功地把女神按在床上摩擦。 可是那晚,唐并不快乐,甚至十分不满足。 女神巴巴拉不管哪个方面,都非常符合性感这个标准。 但是唐却始终认为,小电影更加爽。 所以那晚,她有趁着巴巴拉乐趴下的时候,偷偷跑到客厅来了一发。 而巴巴拉本,以为即将要开始扣落的恋爱生活。 没想到她却发现了一个惊天犯秘密。 看小电影的习惯破坏了这一切。 原来巴巴拉是一个重度洁癖的女人。 见此情况立刻百乃无情。 为了安抚女神,唐向巴巴拉保证以后再也不看电影。 第二天一早,唐果然为了巴巴拉,删掉了几个地的硬盘。 可是时间一长,小唐总觉得生活少了点什么。 其实很多男生现实中,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。 在狠心删掉了几部康老师、德冬老师、小泽老师的对应之后, 会经常感觉空虚寂寞,身体浑身难受。 随着日子一千天的过去,唐开始发现巴巴拉对他原本的生活产生影响。 任何巴巴拉不喜欢的习惯, 拖命令唐立刻改变, 甚至战斗了几百年不读书的男人, 偏偏跑去月照上课,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。 而唐为了改变现状, 于是偷偷背着巴巴拉看小电影。 结果对他再次得知, 两人顺利分手。 单身的唐在分手后, 突然发现原来生活可以这么能好, 再也不用再担心女朋友的限制。 开始了以前的泡妞生活, 于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, 唐遇到了美丽大方的老司机朱利恩阿姨。 刚开始, 朱利恩阿姨太过于主动, 导致唐认为, 这位老阿姨是看上了自己的肉体, 而分手之后的唐的脾气越来越冻燥, 容易心烦烈烈, 不过根据其多多年经验, 这肯定是入爬了, 精神仿佛所致, 于是寂寞的他在学校又一次遇到了朱利恩, 这次是唐主动上前去搭设, 没想到阿姨是个如此通勤党里之人, 二话不说在车里对唐进行了, 安慰。 同时, 朱利恩在了解了唐的情况后, 给了他一条建议, 试试看男子能不看小电影咯。 结果第二天, 唐回家试了试, 结果发现, 竟然试更不起来, 此时的唐十分剩裂。 半天晚上, 唐就去找了朱利恩阿姨, 给他详细讲解了路段的经过和结果, 了解了病情之后, 朱利恩阿姨给了唐, 更加棒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治疗。 没想到这次, 治疗, 很成功, 唐一下子找到了人生的意义, 病情逐渐好转, 不再对小电影产生依赖, 逐渐走到外面开始结交朋友。 看到这里, 相信大家都明白, 唐和朱利恩阿姨的信爱, 是双向交流, 两个人通过肉体的结合, 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。 其实在早前, 不少养性专家曾经说过, 最好的男女搭配, 就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和四十多岁的女人, 两者能够互相吸引, 特别在性方面都能得到快乐。 电影的最后, 唐和朱利恩开始了一段让年恋, 从阿姨的身上, 体会到了从来没有的快感。 我们做的时候, 一切都是过往云云, 在我和她的闷心深处, 巴尼是了自我, 所以说, 当男人和女人的审美, 同意在一起的时候, 这就是爱情。 年轻的姑娘, 往往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, 那就是是为了我, 你要有什么都能改变的道气。 而成熟的女性, 却能从性向中寻求本质, 敏感地察觉到男人的想法, 然后告诉她如何去找寻真实的借我。 简单来说, 在精神上, 吐以男人前进的动力, 在肉体上, 用她体会到消魂感受, 达成凌晕小乐的高度合一。 最后温馨提醒那些, 还在沉迷自我安慰的孩子们, 小绿一情, 大力烧身, 强力荤蜂幽灭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